來 主席我們請部長 請羅部長 委員好 部長啊 其實今天部長在這裡 已經讓四個委員 被你激怒發飆 段宇康委員、蔡逸宇委員、 周春明委員跟顧立雄委員 這果然是戰果揮防 不過呢 我不意外 因為本席長期研究 羅部長 我知道您是一個被 錯放在一個很威權的 反民主性格的人 被放在民主國家的法務部長 位置上的人 我不接受委員這樣說我是反民主性格 好 我給你證據 你看看 羅委員你放話帶風向 其實是 差不多可以說叫我第一名 你看看 2013年以來當國內 發生重大的事件 的時候 而且這些事件都是在台灣 民主化過程當中 非常重要的民主化過程當中 有價值的事件的時候 你專門帶風向 第一個 2013年9月30 有沒有麥克風 2013年9月30 針對特徵組監聽國會 你受訪的時候 你竟然為審宣判 你帶什麼風向呢 你說特徵組 應該沒有監聽國會的主觀意圖 這第一個 報告委員那時候我還沒有上任 沒關係 所以啊 你的性格旗來有字 所以我說你是錯誤性格的人 被放在錯誤的位置 2014年4月8號 針對檢警偵辦學運學生 你竟然說要依法處理 你又帶了一個風向 難道依法處理錯了嗎 沒有 就是錯了 最後我們的法院的審判 證明這是抵抗權的行使 你說不能因為是學生 就有另一套法律標準 而我們的人民 把你口中所說的這些 要依法處理的當事人 都選為立法委員 今天在這裡修理你了啦 包括依法處理不對嗎 你真的是 所以依法處理的結果 如果人民認為你依法處理的結果 就是打臉你啊 沒有 依法處理法院判決也是依法判決啊 黃國昌委員 這個運動成立了一個政黨 而人民支持他們 都成為我們的立法委員 沒關係 你再嘴硬好了 2014年 2014年 你主動在MG149事件當中 說檢察官已經調查柯文哲 你又帶了一個風向 2014年10月 當選舉的時候 你在內部的會議裡面 羅之抹黑民進黨 你說有政黨動腦筋想對檢察官 射陷阱 你又帶了一個風向 2015年5月 當呂學章提出慶祝抗戰 70週年要減刑的時候 你也帶風向支持減刑 然後主動的要大家趕快去看看 怎樣把負面效果降到最低 而今天這個事件 你帶的風向是什麼 你帶的風向 除了剛剛顧立雄委員 講的那一句話 你拿來用以外 你帶的風向是 我們應該保護犯罪嗎 人權不包括犯罪 及傷害別人的權利 冷靜下來 你們就能就事論事 叫我們怎麼冷靜 你冷靜得了 我們冷靜不了 我們的國人 你知不知道肯亞 你知不知道肯亞的法律體系 它是一個判例國 他們是判例主義的 今天這個事情形成一個案例以後 以後相類似的事情在肯亞 是被當作判例 就照這樣下去做的 當台灣人民將來到肯亞 落入肯亞的法律邏輯 他們法律系統的邏輯 可能被用這種判例 只要稍微被中國認為 有傷害到他們國家的犯罪行為 都可以被中國帶走 這種時候你要我們冷靜 叫我們不要包庇犯罪 我們不曉